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9月5日 这是今天第六场 多点评节目 因为在外边 所以简短跟大家谈两个消息 一个是美国资金刚才报道的 被武当做习近平个人的推特账号 也就是This Moment 这个就是有点类似一下 前不久有一个自媒体 这个讲的 就是习明泽的 也是类似这样的 他是My Moment 是不是 好像是很一致 说这个账号呢 就是She's Moment 是有来头的 也就是习近平的推特账号 竟然很多人相信 今天美国之音发表一篇文章 澄清了这件事 美国之音是一篇大篇文章 是太严肃的 他讲在前身为推特的社交媒体平台 上面有一个网名 就是西的时刻 这个宣传帐号 这两天突然成了中文圈 网民谈论或者批评的目标 因为现在中国所有的权力都寄属在 这个西民进行团队手里了 由于他的权力太大 对中国这个各个方面的破坏 也是实无前列的 而且还正在破坏了 所以人们非常关心 这也包括有一些搞个人崇拜催促他的人 也想看到底是不是他的推特 有些人信以为真 他说不过来自中国官方 法国的资料显示 这其实是中国官方媒体 英文的中国日报旗下的宣传项目 目的是推广西民的言论 打造他作为领导人的形象 你就这个这件事 你可以合理推断 不仅这个招号是假的 不是他的 而且这个西民泽热也不是他 我个人认为 因为你想像他这个家人 包括他本人 不可能有经历事件去搞这么推特 他们会 他女儿的确是英文很好 也见过大师们到美国来留学 他肯定会非常关注这些信息 说不定还能给他 决策城提供一些 他认为有用的信息 真实的信息 但是他不至于搞一个什么推特 发在网上 我认为 尤其是西民 这篇文章讲 他说中国湖北省政府 下边的一个宣传账号叫 湖北发布 在微信上发布 称他们制作的一段宣传视频 受到了这个 西斯木们的转发 湖北发布称了 这是习近平总处理 海外官方推特账号 你看这是中央大外线 不义为了宣传搞的 说是这篇微信文章 现在已经遭到删除了 但文章的截图 在推特上传开了 受到了科举影响力的播种 是李老师不是李老师 和前中国媒体的 安替的转发 那有些人可能都不了解 他真实情况吧 对不对 大家都好奇 说第一次知道 原来中国国家领导人 有自己的推特官方找 这次安替在这个 社交媒体平台上讲了 好了 好了 那么这篇文章讲了 这个消息传开以后 大量的 X上面的话 到这个我的时刻 那么这边这个评论区啊 设了限制 一般来讲 中共官方的媒体啊 搞这些推特 他都限制评论 为什么呢 他肯定吹捧极权头 吹捧吸引 难此而然 他就不敢留这个评论 这个open 打开评论就去 如果打开以后 你会想多人人会 连篇累路的 文猎攻击 因为他搞了这十多年 非常不得人心 可以这样讲 平心而论 你说社会哪个阶层 能对他有好影响 只要有这个平台 大多个人 发自内心的 就是批评的 没有几个人 表扬他 对不对 没有几个人发自内心 赞成他这七走路线 哪些人愿意 中国变成北韩 哪个人愿意像他这样 不是这个 着着霸走 老百姓的疾苦 反倒跑到 这个南非军 去给别人送金钻 又搞了这140多亿美金 赞助人家 对吧 搞一个所谓发展激进 国家现在已经到了 生死存亡的时候 还上穷得死 又经认赞成 他肯定要关闭这些 论论区 这也是很正常的 不是任何新鲜事 那不过呢 网民们依然通过转发 这些推特 推文表达的 西纪批评 这里就引用了 蔡霞的观点 蔡霞说呢 西纪就是西紧批评 这个非常形象 就是金子评论 也不是金子评论 金子批评的评论 也表扬他的愿意 这种人就是这样 中国搞到今天的程度 就是因为 听不进批评意见 实际上别人 对你的批评很重要 只要对 就应该改正 如果不对 就是汪泽加冕 不协听子 保泽东 生前也是这样讲 但是你要做到 Alan批评 心情仍好受 的确是很难 包括你身边的人 包括咱们自己 你别人 言辞 很严厉批评 你高兴了 也不高兴了 是不是 何况 自以为是 把自己 塑造成伟大的 一定的习 对不对 那更是 不能容忍 这个别人的批评 由于他手里 还有 公家 公检法 自己没得管 又提被一匹 马屁刑 王晓鸿 这些人管 公案 那咱俩人就开抓 你手里有权 肯定做得了 这都是应该讲 也是 对基属统治 就是共产党 一党算认 也是常态 毛泽东也不这样 你看毛泽东讲 什么百花 其望 百家之名 有则改正 无则加冕 不是个毛泽东讲 但毛泽东照样搞文字狱 只不过是习近平 又比他搞得文字狱 更严重 更多 更狠 这都说明什么 说明不仅是习近平 那么明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 就是政治制度 主要共党 不党 这个言论的文字狱 永远就有 只不过程度不同 胡温那个时代 相对温和一点 还有的时候 还这个稍微 舒缓 舒缓 习近平是一股 劲儿整到底 都特别极端 这也是 应对了这个政权 大家统治默契的特点 来不得半点的疏忽 疏忽 他可能就垮掉了 所以这篇文章 美国自己这篇文章非常重要 他就讲 习近平在 中国的社交媒体上 没有任何账号 你想他每天 这么多的事 万事压在一个人身上 是不是都这样管 管不好 又搞到十年 乏善可陈 这个 方文妹妹都批评了 可能这几个小矮 现在都对他 不像以前那么崇拜 你看他大哥 就这个本事 把中国搞进 他整个也很失望 另外李强的角色转换了 过去是秘书 现在是总理 是总理 你不当家 不值产品贵 他只想心疼财政的钱 他想把经济抓上来 但是又无几于事 力不从心 你肯定对他也不满 只不敢表达 所以他哪有心思 什么 再加上身体还有病 顾的东顾不了 习又比较懒 因为讲养生处 有小林大眼 他不可能自己开个推测去看 我认为他可能对海外 运气这些言论 从来不看 他可能说不定 只相信西明泽 给他爸爸搞一个 就是摘要 据我所知 连市里书系市长 省委书省长 都没有时间看 什么上榜 很少 他们就看什么 新华市 我那动弹新样 他肯定看 那个是 九点钟上班 八点钟半上班 或者早一点上班 第一个就看 放在案头边 就是国内一动态新 就新华社最高机密的 以前我看过很多 我在大林直社工作的期间 有个小特权 可以看一看 因为那时候 大林直社就那么三个人 我赵长岁 赵长岁是新疆分社掉来的 我是刚进来的 那时候还在那帮忙 那么司机是王少光 王少光过去 他爸爸是福建分社 就王少光就来开车 就司机 当时买了一辆白茹法国轿车 我讲全市城市 你别问赵长岁 赵长岁是 他的孙南生好像怪一好 就是新华社或许 南振宗 南振宗好像怪一好 我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大概现在都年时已高了 都退了 我要讲的 就那时候 看着国内都在信仰 听他们讲 省委书省长 上边就看那一餐 人民日报就看那标题 除非这个报道 涉及到他的部分 他不得不仔细看 此外 一般都是内书 那么我要讲的 这个 就美国事情这篇文章 非常重要 也就是 恳请了目前 人民的误传 中国观光资料显示 就是习 Moment 习近时刻 其实并不是习近平 或者团队运作的 找好儿子官媒 中国日报旗下的宣传项目 根据中共领导的团体 中华全国新闻公众 协会网站的消息 习近平的时刻 是由一群中国日报的 编辑和记者 创办在17年 中文名为 学写时代 这一目的 这个项目 旨在致力全面 全为生动的 像海外网民 用过为宣传 吸引那种 治国理政的心念 新思想 心理念 心战略 就是为了拍马屁 可能一个班子 好多人 就类似像 那个 王国大革命的 梁肖 小组 他们搞 同样的 就西明泽 那个也是 一个处理 不可能是西明泽本身 2018年 中国互联网 西西班公司推荐 其参加当年的 中国新闻奖 在推荐理由当中 王新班 称赞这个项目 第一时间在海外 主流舆论场 发出权威声明 正面塑造 习书记的大国 领袖形象 取得了 扎实近代的 现实效果 这他自己 才拍马 他为了鼓励 新闻工作者 他留学拍马 他肯定搞了 这些奖项 所以表现好 实际也是一种欺骗 他表现好什么 他根本没有什么影响 别有情人相信 人都当笑话讲 所以呢 有些人的误传 不太了解中共这个 媒体界 因为他们并没有像我这样 干媒体 将近二三十年 对不对 我还是知道这些消息 所以他不可能呢 个人上推特啊 那么这篇文章讲说 学习时代后来获得 当年竞赛网络专题 分类的三等奖 学习时代 六名创办者 总部罚中国日报的高层官员 创办人之一的张春艳 担任中国日报网站的副总员 中国日报网站呢 修泽引擎显示 直到今天三月 还在监制 中国日报发布的视频 2020年 开出了一本书 新媒体对外传播 制作 解析如何在国际 与进行准确的信息传播 他这个都是 这个讲假话吧 是不是啊 为了谋生 他现在明明白白就撒谎 他说除了这个推特上面 这些文章啊 学习时代在脸书上 还有专层 并在联系方式下留了一个 网易163的邮件 邮箱地址 在微信上 学习时代虽然没有单独的公众号 但中国日报 在其公众号上 有一个同名的专门 说学习时代 只是中国在国际社交媒体上 运营的一个众多宣传账号 自己知名度 原也没有通聊 环球时报 或者一些中国外交部的 个人账号大 这几年早些时候呢 X取代了 对各国官方 俘属媒体账号的线 和相应的标签 在算法上给予了 各个中国官方媒体 更多的曝光力 他也是为了 根据目前这形式 国际的宣传环境 舆论场的观点 因为中共 中共是以撒谎为一位 利器的一个政道 他每天都在作物 那自然而言 他分来重视宣传 他有宣传部 你看全世界哪个国家宣传部 这个中共有 对不对 我早在这个 这个救援的年代 应该是在 八十年代 八几年的时候 这个中共就已经在海外 设立了网络拼的人 我在海外 加拿大第一次来到98年来 参加一个就是一个媒体 所谓媒体协会搞什么一个 大白权活 那么当时咱们也不知道 他是一个什么 中国的大白权 他以为是留学生创办 咱们也报名来了 来参加 参加以后就见到一个 我记得见到一个 他自己讲的是台湾的评论员 就网络评论员 我当时也没客气 我说你网络评论员 你靠什么生活 他笑不回答 我估计是不是 当然他没有讲 我现在回想 是不是有关方面是给他 给他这个薪水 你否则的话 你天天搞的评论 不得饿死吧 当然我们现在有点 小小的这个报酬 就是靠这个广告带 我们没有人 给咱们发什么薪水 是吧 我要讲中共的大大学 他在下很大的鼓头 像刚刚 像这个学习时代 一定是经过习办批损设立 这么一个小推特 现在这个事 澄清是个好事 这篇文章讲 这次被物质为 习近平个人招 社会越帮助了 学习这些扩大影响力 那当然了 也不一定扩大影响力 扩大了挨骂的机会 骂的人更多了 对不对 周一还有4万粉丝的他 截止目前是8万 越多越好 最好你能开放 就是那个留言的平台 你看有多少人骂 是不是 这是个好事 这个也是 你就是歌颂习近平 也不应该解 正反两个 都让大家表达 这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可惜他现在 根本没有这种秀乖 本人认为 这个学习时代 还是习名词的 什么 我的摸摸 那都是这么讲 都是一些大外宣的一些宣传证题 偶尔给你放了一两张中南海的照片 就大回事了 因为很多人都从很久没有回到中共国了 有的时候看见东西都觉得好像了不得了 而且反过来讲 中共也很会利用海外的媒体 有的时候给你故意送点料 有的料是真的 这样你信任他 有的有的假的 可以你按照他的指引误导网民 所以现在大家要小心 当然我认为 就是一些自媒体 他不是故意这样讲 因为他没有办法回去核实 而且他又觉得兴起 又想吃点剧力增加 所以就是 也是 就是不得已而为之 心情可以理解 但是大家看的时候 既然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 就靠你自己建立 真真假假 假假真的 泥沙俱下 鱼鲁魂子 没有你自己去建立 对吧 你才能补背误导 好 谢谢 再见